2016一开年 周星驰便写美人鱼登顶中国银史票房冠军 该片暴耿评出 他上面是人下面是鱼 足见心也饱到未老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湄公盒行动 荷尔蒙爆棚票房喜人 主旋律大片已经慢慢找准了商业的命门 同时一些优质的非商业片也能获得商业成功 开心麻花出品的吕德水宣传10号成是喜剧 观众入场后才发现被骗了 悲惨得一塌糊涂 但其荒诞又震撼的剧情 却让观众们被骗得心甘情愿 七月宇安生让当时颇受诟病的 以郭敬明为首的残酷青春题材也一雪前耻 久等雨和马思纯平此片 喜获金马影后双黄诞 艺术表达很重要 但票房可能更重要 文艺片白鸟嘲讽的制片人方丽 就通过在镜头前给院线经理下跪 引起了网友热议 最终实现了票房八千万的奇迹 有人来软的 也有人来硬的 冯小刚选择了在微博上 男扮女装 以潘金莲的口吻炮轰万达 不给他的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排片 吸引了万达公子 同时也是微博嘴炮王的 王思聪 下场熬战 直言冯导阴阳怪气 万达都是按规矩办事 这个片子 着实是贡献了不少八卦 范冰冰在片中出演一个村姑 想一举摆脱花亭的称号 结果冯导拿最佳导演的时候 上台就说 冰冰呢 是一个明星 来演这么一部文艺片 一下子给冰冰赶懵了 如果说冯导这一出 只是无心的 那接下来在亚洲电影节 获得最佳电影后 冯小刚的微博 就是明晃晃的被刺了 他感谢编剧 感谢所有的男演员 就是不感谢本片唯一的大女主 那年还有两部 强捧灰飞烟灭的片子 风神传奇捧向左 长城捧景田 无一例外都是超大投资 超豪华阵容 但结果却是 被观众们喷了T无完肤 国伴冲击电影市场的第二弹 大鱼海棠 画面非常精良 但由于剧情薄弱 最终票房不佳 这一年偶像剧横行 什么县偶 古偶 民国偶 歇侠偶都来了 青云志 女一名飞传 锦绣未央 亲爱的翻译官 老九们 轮番轰炸 微微一笑很清晨 大爆特爆 又给本剧的糟心女主 极大的掌心空间 这些偶剧集的特点就是 安利与吐槽齐飞 而甭管质量如何 热度拉满 流量爆炸 含泪 血转 正午阳光的欢乐颂 掀起了女子群像剧的热潮 悬疑犯罪题材的鱼醉 也大受欢迎 同心张一山翻红 校园题材最好的 我们没有勾血撕逼 唯有真诚清心 使得刘浩然谭松韵 颇受好评 言情剧 遇见王立川 转走了观众许多的眼泪 曾小龙和孙力投身 芈月转 收视率颇高 但口碑跟此前两人合作的甄嬛传 简直是天差地别 第一部九州系列作品 九州天空城上线 扑的那叫一个底朝天 九州这个在网文世界的超级大IP 就跟被下咒一样 无论投资多大 无论明星多少 拍一步扑一步 不过剧中的男主张若云 童年出演法医齐名 装逼不油腻 收获了不少热 童年也是五月天最后一次发转 哥们朋友们表示 工作态度不太积极啊 邓子齐出了一首歌曲 据说这首歌呢 是一首示爱歌 那这示爱的对象是谁呢 他的前任林又嘉也发歌了 内地的独立音乐人 开始抢占排行榜前列 这一年的娱乐新闻 则是充斥着各种狗血 王宝强发文表示 自己的老婆马荣 和他的经纪人宋哲 有不正当关系 随后宋哲因职务侵占罪 被判刑六年 偷人又偷钱 却大德 刘凯威和王欧被派到深夜聚会 事后他们表示 只是在研习剧本 从此坊间有了夜光剧本的传说 郭德纲公布德云市的家谱 顺便怒斥二位溺徒 表示要收回他们的云子 前徒弟曹云金发文反击 细数老国时中罪 什么骗钱啊 压迫啊 骂人啊 陷害啊 哗啦哗啦 写了几千字 随后前师徒二人 互甩小作文 那文笔之生动 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 你死不死啊 你死不死啊 陈关系和林志玲 这俩八杆子 打不到一块的人也撕起来了 陈关系图文 emoji并茂 炮轰林志玲 发文用词犀利 乍看还以为是被盗号了呢 而娱乐圈素人就是野啊 我是陈关系啊 我是疯子啊 我会骂你啊 吓得娇滴滴的志玲姐姐 受足无措 可以说是一头雾水的 最后的媒体报道 该事件的起因 据称呢 是因为林志玲 抢了她对象 秦叔培的资源 往年的艺人结婚呢 大家都是祝福偏多 但这一年结婚的艺人们 点儿都挺背的 鲍贝尔结婚 因为闹伴娘柳妍 杀上了热搜 事后呢柳妍 先出来道歉 鲍贝尔夫妇 才姗姗来迟发文 因为这起事件 鲍贝尔夫妇 观众员大跌 到现在都没缓过来 出人意料的是 根据知名余平人 王思聪的说法 柳妍的事业 也疑似因此陷入了停滞 自从啊 我发现你 都不知道心疼人的 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 网友们也不是很祝福 纷纷都讽刺起林心如来 林心如被骂 霍建华不说话 随后霍建华也开始被骂 张亮颖逢柯宣布结婚 结果张亮颖的妈妈 发长文 称女儿被骗人 又被骗钱 希望女儿能够清醒 得到了张亮颖 粉丝的历称 结果没两天 妈妈就和女婿 引起了何家欢 而粉丝只能表示 尊重祝福 结果这俩不出两年 就离婚了 最后呢 这一年 还有一起悲剧的事件 就是明星乔任良 因抑郁症离世 乍看作用美貌 金钱 粉丝的明星们 也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让人唏嘘不已 也许只有获得心灵的平静 人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幸福 人生无常 前路漫漫 希望屏幕前的你 永不时对抗困境的勇气 和对美好生活的奇迹 我们下期见